先来跟各位分享维克斯中文教学 那它在今年有更新一些模组编辑的模组 我们先看旧的 这是旧的模组 界面大概这样子 在中文教学一之一都有大概介绍 那这是我们针对新的模组呢 我们先快速的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它有什么新的功能 首先它的上方这个工具列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编辑哪一个页面 或新增哪一块页面 那我们就先不讲它的使用方式 先来看一下它几个新增的功能 首先我先新增一个空白的页面好了 好 新增空白页面 这是背景在左边 它有新增一个可以用影片做的背景 可以自己上传上去 也可以用它内建的方式 你可以预览看看 好 我们用这一块好了 所以可以看一下 它的影片背景 那再来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 里面有一个选单叫做设定 网站设定 你们可以看到你目前的一些资讯 那特别一提它有一个地方 看一下 这里 语言跟区域的部分它新增 哇 它竟然有新增中文了 对 还有时区 然后在contributors这边呢 这意思有点像是编辑者权限 好 你本身是一个使用者 但是你可以新增其他的 呃 比如编辑者 好 就说可以 比方说 你可以 给协同合作伙伴 比方说给他们一个编辑的 共同编辑的帐号 但是实际上 你还是拥有这所有的管理权 好 所以这些新增了蛮多的 好 那以上呢 就先各位分享到这边 那再下一次 我再跟各位介绍这个 新版模组怎么操作 好 那特别一提示是说 我再把它改成 嗯 中文这边 好 实际上它的界面还是没有中文化 我想应该是针对这个网站 呃 它主要是 呃 应该是说它的区域别吧 好 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影响 我目前来看它整个界面 还是以英文的为主 好 以上分享到这边 谢谢